回答一个观众的留言 还是那个文庭聊腔的 就是非常喜爱色基 喜爱色基运动的一位女士 她在油管上有一个频道 我也经常看 那么她说 这个拜登总统已经宣誓就职了 那么接下来的四年 我们将拭目以待 看看全球化到底还能不能维持下去 川普总统和科技新贵金融权贵的主要矛盾 不就在这吗 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但是好像还不这么简单 首先一个 拜登今天的团队 基本上是奥巴马的 美国人实际上已经等不及了 他们认为美国正在失去 越来越多的这种就业机会 那么新的高科技 根本没有让普通的美国民众 获得好处 这个之前有很多数据能够显示 在奥巴马时代 经济是增长的 在川普时代呢 经济也是增长的 当然我们都知道 直到这个去年 直到这个疫情出现以后 那么他这个增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奥巴马时代增长呢 是高收入的人 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而中低阶层的人 缓慢的上涨 那么在川普时代 其实有一些变化 川普提出来的是 美国优先 他甚至提出 要把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这在美国事实上 是起到了作用的 我们都知道 失业率越来越低 股市越来越高 美国中下阶层的收入 比奥巴马时代 增加的太多了 所以说 2016年很多人理解不了 为什么一个亿万富豪 成为了美国 普通美国民众的选择 事实上 这个选择直到2020年 还是 川普的支持者 不比拜登少 当然了 这个 科技公司 没有站在他这一边 所以我们看到了 一个拜登曲线 而且没有人愿意 批评 这条曲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得罪的是在经济上 政治上 舆论宣传上 掌握话语权的人 这些人首先强调了一个 政治正确 他们认为要 更加干净的挣钱 要在环保的前提之下 要考虑 整个世界的未来 一个 绿色的地球 一个生态 更加环保的地球 所以底层的民众 想多挣钱 他们想要更加环保 挣更多外国人的钱 他们用各式各样新奇的方法 在整个世界上 呼风唤雨 至于普通老百姓的呼声 对他们来说 政治不正确 你得憋着 所以我们看到2020选举之中 产生了很多分歧 这些分歧都是非常直白的 摆在桌面上 从2016年开始 大家呼唤的一个奇迹 因为 没有更多的话语权 就这样结束了 所以它事实上 不是全球化的问题 它是已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获取了利益的这些人 他们认为 川普太毛躁了 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说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应该跟国会 跟各个阶层 选出来的选民代表 谈判 磋商 打成一致 形成法案 有条不紊的 来推行各项政策 而川普更像是一个流仔 全球化面临的最大压力 是疫情带来的 这种不可知的状态 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了 以各州为单位 形成的区域化 包括已经达成的协议 各个经济 势力范围之类的协议 各个经济体之间 跨州的合作协议 这些协议被认为 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绝大多数 这种协议的签署国 本身就是出口国 而消费市场最大的 还是在美国 那美国真正有能力消费的是什么人呢 可能很多人认为是老百姓 日常生活的消费 日常生活的消费才能有多大呀 其他方面的消费 其实也是需要的 比如说 拜登上台以后 他现在 搞的这种大基建计划 他要在未来的任期中完成的 对美国基础设施的升级 这是六十年代以来 美国洲际公路建设完成以后 对美国的新一轮的大的经济刺激 这么大规模的 这是第一次 首先大的财团就会支持他 而且事实上 美国国内的劳动力都会获得回报 这就安抚了美国社会的各阶层 然后他要求 在军事上扩大与独裁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军事上的差距 这就刺激了军工企业 美国在高薪科技方面 在人工智能 在新能源 政府都会投入更大的资金扶持 这就给了高科技的公司 以及他们握有的 初壮公司的股票 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老百姓也可以搭便车 也可以买点股票啊 这不就让大家都满足了吗 至于说移民政策的调整 美国现在的非法用工情况 已经存在很多年了 事实上 需要做一次解决了 所以他不仅仅是稳固了民主党今后的票仓 也是在消除社会的隐患 是吧 你快刀斩乱麻 这个事别拖了 要不就赶他们走 要不就给他们绿卡 这么简单的事 有什么必要拖呢 拜登没有把他放到第二人去 现在就开始做出解决了 他既唤醒了更多的左派 给予他支持 也事实上 给没有出入 造成社会隐患的人 吃了一颗定性碗 那普通的市民呢 因为安全问题在今后 会得到一个大的环节 你认为还有人会反对他的政策吗 至于空枪 这是一个长久以来 大家都在聊的话题 美国从校园枪击案以后 民众对更多背景审查 是没有反感的 加州执行这种 不允许高容量的弹夹 在市场上流通 这种政策已经很多年了 他在全国范围内 去推广他 把他作为一个政治主张 他的对手 实际上只有不强协会 因为平民在这个问题上 基本上都保持接默 没有人愿意聊起他 因为太政治不正确了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拜登在选举过程中 所发出来的这些承诺 是有针对美国社会各阶层的 这种预判 经过反复的 周密的团队思考 所达成的一些一致的目标 推送到各个阶层 让他们至少不说话 至于金融权贵 他们创新的东西太多了 多到令他们 现在悬崖勒马都需要时间 如果说中美之间 马上就掰了 所有的企业都撤出来 华尔街手上掌握的 一万多亿 涉及到中资 尤其是中国政府控股的 这些大公司的债券股票 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 所以如果不想在金融上 再陷入一次大的漩涡 脱离也必须是有序的 这是美国金融界 一致的呼声 只是因为川普个人 与华尔街之间的 这种观念 非常稀疏 所以华尔街 没有可能影响到 川普的政策 而拜登时代就不一样了 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拜登从选举开始 他的团队就做好了 更多的预案 实际上不用拜登说一句话 他只要在白宫负责签字就行 盖个章谁不会啊 今天你看到的政府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奥巴马 第三任期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